进入网站后一直往下滑 滑到下面会有一个我要复义的按钮 点进去后系统会要求你要登入或是注册 这个时候没注册过的人就点击注册 点击注册后会需要填写你的基本资料 居住地等等 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 这个网站需要验证你的电子邮件和手机号码 我们先把上面的基本资料都填写完成以后 接下来做下面的验证方式 我们一样把电子邮件输进去 并按下发送验证信 接下来就可以去你的邮件收信 收到信后里面会有一个连结 点进去会跳到验证完成的页面 这时我们可以再点右下角的这个分页 回到原本的页面 接着验证我们的手机号码 一样输入号码后按下发送验证信 这次是到我们的手机讯息 里看验证码 将验证码输入后按向验证 上面写已完成验证 就代表验证成功啰 最后资料都输入完毕后 就可以按下最下方的确定 注册完成后 你会直接以已登入的状态进去网站的首页 这时你可以点击右上方的搜寻钮 输入你要复义的活动关键字 点选你要复义的活动 一样往下滑 滑到下面会有一个我要复义的按钮 点进去后会跳出确认 是否要复义的资讯和你的资料 再往下滑会有个留言的地方 你可以在上面写下你的想法 都没问题后就可以填入验证码 按下确认复义 这边它还会再跟你确认一次是否要复义 复义后是不能取消复义的哦 确定要后就再按一次确定 你就可以在复义名单中看到你咯 这样就完成啦